我觉得环团 反正到今天该演的也演完了 就不用演了 环团根本的问题就是 你看不出来民进党吃定你们吗 而你们也甘于被吃定 那已经这么久了 出来唱一些悲情戏 好像让自己稍微净化一下 但是实际上面 你到底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去面对这种混茶立造 而且倒行逆势的政策 我在看你怎么做 不要只是光拿道具一眼 因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当你们长时间反核 而今天的跟国际趋势逆流的时候 有几个环团敢检讨 十多年前我就已经一直在质疑环团 我说明明国际上面的一些 重量级的环保人士都已经调整了 而且认错 承认他们对核能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因应未来最优先的 最优先的是温室效应的问题 是碳排的问题 碳管制的问题 几乎都调整了看法 可是台湾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曾经在街头上面的 可以说非常风光的这些环团人士 敢于站出来说我过去错了 我现在调整我对核能的看法 一个都没有 刚刚我们在讨论选举的时候 美国的选举对我来说 起码还有点启发性就是你仍然会看到有一些人 他会基于他对于当下的情势的判断 他会承认就说虽然我是共和党的 但是我这次一定要支持谁谁谁 你看到有许多的共和党的大咖 这次出来是挺哈里斯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支持川普会出大问题 类似这种的对自己核心的立场的坚持 可是对于当下的政策或者对象的检讨 在台湾几乎不曾出现过 所以环团所有的这种的讲话 我长时间都不听都不信 台湾的根本的问题就是 你今天他当然会保留燃煤电厂 因为燃煤电厂战争发生的时候 燃煤可以撑两个月啊 你天然气就一个礼拜而已啊 你要他你要他怎么办呢 我告诉他还是会堆满煤的 根本的问题有有多少人呢 就是说为什么火力电厂 就一定要在台中 我生活在北部 我也觉得对中南部人很不公平啊 明明呢看明明用电的缺口呢 是在是在北部 北部的用电缺口40% 北部自己发的电呢 够自己用的是有六成啊 有四成到中南部送啊 所以呢火力电厂尽量的开在中南部 今天呢如果说 台湾的这些呢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呢 上面你不要住在北部 如果你搬到中南部去住 我或许会觉得你稍微有诚意一点 那对中南部是何等的不公平 这些呢发的电呢 全部都是南电北送的 大部分都是要供台北用 哪有这种配电的方式 你作为经济部长 你你你作为谁谁谁 你根本就不敢去谈核能的问题 谈得吞吞吐吐 赖清德上来了 没有说你呢 你摆了两个企业界的门身 一个在你的智库里面的童子贤 一个呢摆在 摆在经济部长的郭志辉 请问你们讲了半天了之后 你们到底对核能的态度是什么 连你们都不敢出来 质疑民进党 连你们都不敢出来告诉大家说呢 现在用核能已经是全球性的潮流 而且核能比任何东西都安全 对国民的健康性都比任何东西要好 你为什么不敢讲 只敢在立法院里吞吞吐吐 把所有的问题都限缩在 好像呢就是讨论天然气的发电 或者是燃煤的发电 当然是应该乙绿非非煤 所有的乙和氧绿 目的是要排除掉煤炭 你为什么不敢说呢 结果呢到今天当通过了之后 台中怎么办 盖花承受而已啊 顶多呢选举我在输你一局嘛 又怎么样 讨好企业界呢重要重要多了 台湾的能源配置出了大问题 可是呢非和的主张 2025非和家园是不是继续走着走下去 告诉我就好了 我大家就知道怎么做